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清零还没回来啊 还没回来呢 自从他搬过来以后 不到三更半夜他从不回来 知道他在实验室放心吧 今天天狼也加班呢 工作是最好的疗伤药啊 熬过这段时间就好了 明天我去见居士平 天狼和珊珊的婚礼不能再拖了 天狼 你那么着急约我来这里什么事 你坐下吧 我就不坐了 我有很多事情要去忙 你知道你爸和居士平见面 是为了你和珊珊的事情 我知道 怎么了 你真的打算放弃清零 你不知道吗 我被他甩了 清零 他因为你把我给甩了 你是在怪我 我怎么敢 要是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清零 来 多吃点儿 谢谢叔叔 爸 你可真偏心 当然要偏心了 清零为我们集团研究的相分 让我们郑太广受好评 她可是立了大功了 当然要奖励了 这一个鸡腿啊 也太罕臣了吧 不然你还要怎么样 难道将股分给她 清零 既然你的实力 得到了同事们的认可 接下来 你可以考虑 研制商品 创造利润了 我会努力的 如果你成绩好的话 我就奖励你化工厂的股份 爸 你怎么没喝酒就说醉话呀 你是第一天做生意吗 清零有这个价值 清零加油 叔叔看好你 叔叔 我真的不要 我说了算 都别废话了 吃饭 吃不下了 嗯 吃豆腐 爸 再等等 等我研究出永恒的成分之后 我一定让他跟消费者见面 莫清零 你干吗呢 你找我啊 你手里就香水 这是我爸留给我的 需要我做什么 帮我准备黑咖啡 那个 我不太会 速溶的行吗 行 都一样 帮我去吧 爹 喝咖啡吗 咖啡因是杀手 还是你告诉我的 你刚出院没多久 要喝点 稍后点吧 你的咖啡 谢谢清零 刚才天朗跟我说喝咖啡不好 那我就不喝了 你拿回去吧 清零 清零 我不是故意的 没烫着你吧 都红了 没事吧 我不是故意的 你没烫伤吧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爸 你们都看到了吧 天朗 你看到了吗 我什么都没看见 我什么都没看见 走走走 上去擦点药 你不有点分寸 爸 是他害我没了孩子 害你失去外孙 我只是不小心烫了他一下 我怎么了 晓晴 你看啊 咱们家刚顺利几天 天朗呢 也很收心了 他还能见珊珊和居世平 相信跟居家联姻的事情 可以顺利进行了 那件事情 你就让他过去吧 爸 用我失去的孩子 我是姐姐 你觉得很会儿子 你不得了 我只是听着 我对你 哪儿 可是我把我们多久 是十分 RUSSIAN 你们还好呢 疼吗 不疼 忍着点啊 你这是做香水的手 怎么可以伤成这样 放心吧 过两天就好了 记住啊 这肯定是血情故意的 以后他再让你做什么呀 你就别听他的 妈 我现在终于知道 这个小鸡 为什么愿意躲在 老母鸡的身后了 为什么 那我可得谢谢段雪晴 要不是她 我哪知道你这么护着我呀 你是在说 妈妈是老母鸡吗 我可没说 这是我的家 你们母女凭什么 在这里秀恩爱 苏南 因为你 我才必须跟我妈分开 是你抢走了我妈的位置 还想让你的女儿来抢我的位置 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爸 这个我已经签好字了 明天你直接送去财务部吧 你还有事吗 爸 你该不会真把沐清凌当自己女儿了吧 但是我们被信ом去 要是他 为什么 咱们去主联 打赌 是不是 他自己在队 那么来 先了 半个月 他就想要 他把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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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 主管同意说还没有给我呢 我给忘去了 在我房间里呢 你自己拿一下吧 我可警告你啊 不许再为难清零 不然我饶不了你 你是不是我情怕 你给我来 什么东西啊 还有我不认识的牌子 好香啊 记者啊 这两天你可不能沾水 知道吗 我保证 这几天我尽量少喝水 省得上厕所还得洗手 你这个鬼头 好了 太晚了 早点睡觉 我回去了啊 早点睡啊 永恒香水 妈 你别着急 大夫说了没伤到骨头头部也没问题 怎么好端端的会从楼梯上摔下来呢 清灵 清灵妈妈在 清灵 清灵 你醒了 太好了 慢点慢点 你觉得怎么样 痛不痛啊 这是哪儿啊 医院呢 怎么一股消毒水的味道 怎么不开灯啊 不开灯 怎么这么黑啊 黑 怎么 你在哪儿啊 我在这儿啊 清灵 我在这儿 清灵 我闻得见你的味道 我怎么看不见你 清灵 我这是在哪儿啊 清灵 清灵 怎么会看不见呢 你别着急啊 我去找医生 你别着急 妈妈在这儿 妈 你别走 别着急 妈妈在这儿 妈 你别走 别着急 妈妈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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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问好多一道 我不要你 你走开 走开 你走开 清灵 你怎么了 你走开 清灵 你怎么了 救命啊 怎么了这是 你别过来 医生 你说什么 沐清灵小姐失明了 失明 对 病人因为撞机的关系 视网膜受损 这是造成视觉障碍的 主要原因 另外 可能她的生活压力还大 孙兰 用眼过度 眼压升高 也是导致她 暂时性失明的原因 这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呢 压力过大 这孩子什么都不告诉我 孙兰 我以为她心里没事呢 孙兰 你别太自责 医生不是说了吗 师明只是暂时的 师明只是暂时的 你也要注意身体 正皇 正皇 怎么办 是天皇吗 我记得你的味道 是你爸 我记得你的味道 我记得你的味道 她的味道 你是在哪 哪 天狼 怎么不说话啊 天狼 天狼是你吧 天狼你别走 你不要让我一个人 天狼 你别走 我看不见我很害怕 抓这么几个人 也不是有你妈妈陪着你吗 有什么好害怕的 为什么不说话 我怕 我怕他身上的味道 清零 走 你告诉我 昨日水伤是不是意外 我 是有人推了你 是吗 是谁 告诉我 你不说是不是 那我就去报警 不要 不要 是丁海 是丁海 雪青 你留着干什么呢 雪青 我在跟你说话 你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 今天有去医院吗 我为什么要去医院啊 清零在我们家出的事 你作为主人 去探望一下 也是礼仪 难道你心里有鬼 你脑子有病吧 是沐清零害我没了孩子 他住院我拍手叫好 还来不及 我要去医院看他 我要真去医院看他 那才是心里有鬼呢 雪青 你死哪儿去了 你怎么才会来 我去工地了 刚刚听到你们说什么 心里有鬼 难道清零 你该关心的 是雪青 丁布 怎么了 慌里慌张的 谁慌了 你会不会说话呀 你 天朗会听到 我问你是因为担心你 你要不高兴我就不问 你确定你是担心我 不是担心清零 我们说话 能不能不扯到清零身上 我不想从你嘴里 听到清零这两个字 雪晴 你别钻牛角尖行不行 我今天宫地忙了一天 真的很累了 累 你累 累可以不忙啊 有的是人想盖你这个位置 你可以走 找你的清零去 你够了 刚才我还不相信天朗的话 现在看你这个样子 我不得不相信 你要不是心里有鬼 干吗非揪着我跟清零不放 清零的家属 到交费处缴费 好 我一会儿就去啊 清零 来啊 吃个苹果 快 我给你放在这儿了啊 别忘了把苹果吃了啊 是顿叔叔吗 我今天特意没用香水 不会露馅啊 我闻到你身上有红花油的味道 红花油啊 我是前天用的 怎么今天也能闻得出来 可能这几天看不见之后 鼻子变得更敏锐了 老天也许是可怜我吧 让我看不见 就把这些 都加到我的嗅觉上 清零 你能这么想非常好 其实 人生的每一次坎坷 都是老天给我们的机会 只要你熬过去了 我们的生命会更加茁壮的 谢谢叔叔 我记住了 建亮 看你恢复得不错 相信很快就能回家了 我也相信很快就会好起来 护士每天都说 我一天比一天好 我相信我很快就可以看见的 丁海 怎么没进去啊 爸 南阿姨 爸在里头 丁海 随时我不知道你跟清零 以前经历过什么 不过 我们现在都是一家人了 我希望你们都能忘记 过去的一切 以新的身份 重新认识对方 这样 才能对我们每个人都好 我明白 话是这么说 可雪芹不会这么想 算了 不说这个 对了 清零好端端的 为什么会突然掉下楼呢 他跟我说 是晚上口渴 想去接杯水 突然楼道灯灭了 不小心绊倒了 清零这么说的 对啊 这都怪我 太疏忽了 南阿姨 那你先进去吧 好 找时间我带来看清零 可以的 好 爸 苏南阿姨 又是想要看清零 你啊 这怎么了 对 那我先上去了 你在担心什么 清零和天狼已经分手了 明音上现在他俩也是兄妹 就是来看看清零又怎样 孩子们为了我们的幸福 已经失去了很多了 你还想怎么样啊 除非他们各自结婚 否则我们眼下的平静生活 都只能是暂时的 天狼 是你吗 你快过来 板门关上 我有话跟你说 别离我那么远啊 过来 你过来呀 我有事情跟你商量 我想说 绊倒我的那件事 你知道那个人是谁 我没有看见是谁绊倒我的 但是 我闻到了他的香水味 香水味 什么香水 永恒 是我爸爸专门给我妈设计的 这香水 只有我和我妈两个人才会有 你是说 你以前给我闻过的 那款令人兴奋的香水 应该是有人用了我妈的香水 故意把我绊倒摔下楼的 好了 好了 清零 别怕 别怕 我不知道以后 还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放心吧 有我在你身边 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恢复视力 还有 这件事情先不要生长 那个人 身上的有红香水味 我会去查清楚的 好了 不怕 不怕 蓝嫂 人呢 人都死哪儿去了 续晴 什么事啊 我上来都迟到了 你为什么不叫我 丁海呢 丁海说 要让你睡到自然醒 他等个屁啊 不吃早饭对女人特别不好 那我马上去给你坐去 赶紧去 对了 夫人今天早上煮了红枣粥 红枣粥对女人好啊 我现在给你盛一碗去 红枣粥 夫人早上四点钟就起来煮了 要说呢 这个母亲对孩子的心哪 那真是 她那是给沐清零做的 给我倒点 我不吃 还处着干什么呀 跟你去 丁海 你在哪儿啊 丁海 你在哪儿啊 公司的事我正在处理 出院之后 你都没好好休息 听我的 偷天懒没关系 你要出去 没有啊 那好 你去忙吧 我就在家里休息 好 拜拜 妈 我不想吃 没胃口 清零 闻到了吗 我不想吃 好香啊 南阿姨 我代表雪晴来看望清零 苏南 你抢了我妈妈的男人 你女儿又想抢我的男人 丁海 你这个王八蛋 还背着我偷偷去看他 你们这对狐狸精母人 不把你们赶出去 我誓不罷休 你怎麼在這兒啊 等你啊 怎麼現在才回來 去哪兒了 我有必要跟你匯報嗎 幹嗎呀 鐵狼 香水不錯啊 什麼牌子 神經病啊 你出去 我要休息 那是什麼 不管你的事 你出去 這是沐長月留下的永恆 怎麼會在你這裡 是清零的還是松南阿易的 你給我 現在證據確鑿 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段天狼 憑這個你就想定我的罪 那你現在怎麼解釋 這瓶香水 跟案發現場留下的戲 為一模一樣 憑這瓶香水 就可以證明 你就是兇手 我就是兇手怎麼了 誰讓你們都向著清零呢 你別忘了 我才是這個家的小姐 那個清零就是個拖嬰瓶 我現在都告訴你了 你想怎麼對付我 我警告你 以後不許再欺負清零 我提醒你 你跟我才是一個娘太禮出來的 你那時在犯罪 我不想看到你越走越偏 我要是就不聽呢 那我只能去報警 報警啊 好啊 你去報警啊 你要是不怕集團上新聞頭條 你要是不怕老爸報血管 你去去報警吧 玄清 你別以為我不敢 我現在不厲害去報警 不是為了別人 是想再給你一次機會 你別逼我 少給我轉好人了 我不稀罕 你還是好好擔心你的心臟吧 你給我滾 滾 你滾 滾 我要讓你跟清零的奸行付出代價 你永遠都是這麼衝動 你憑什麼說我 你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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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了 我受夠你了 我再打去 你永遠都是這麼衝動的 我還說你會見你 你跟清零的奸行不住 你選擇老爺 你選擇高興了 爸 您看到了吧 我求你成全我 求我段雪清甩人的份 离婚轮不到你提 你们如果离婚 就都给我滚出短枪 我一分钱也不会给你们 出短的人是你 你凭什么要离婚 说话呀 我告诉你 你一分钱都拿不到 你说呀 你说话呀 你到底知不知道 我要被你气死了 你为什么生气 你想过原因吗 你出轨了我能不生气吗 那是因为你不信任我 你说你出去工作 然后去找清凌 让我怎么相信你 你催清凌下落 你实现通知我了吗 你知道了 你偷听我跟天朗的谈话 清凌出事那天晚上 我就知道是你干的 我去找清凌 只是要探她的口风 看她到底知道多少 探口风还需要骗我吗 是你害她看不见的 是你害她看不见的 我的真心 我的真心是在替你偿还 你懂吗 我不需要偿还 我不欠她的 我又不找你替我还 段雪芹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最后一次 信不信随便你 我知道 你一直过得非常辛苦 你对清凌狠真入骨 推她下落的心情 我可以理解 我代表你去探望她 是因为我拜托她 不要把事情的真相 给说出来 就算没人知道 是你干的 只要天朗 爸 或苏南任何一个人 知道事情的真相 你就要被交出来 到时候我都没有 能力保护你 你懂了吗 算了 算了 我不要你走 我不要你走 你别哭了 我要收拾 不要 我不要你走 我做了还不行吗 对不起 让您担心了 雪晴呢 睡着了 丁海 你真的要和雪晴离婚吗 刚才也只是一时气话 都怪我 把雪晴灌坏了 当初我跟他妈分开的时候 伤害了他们姐弟俩 我为了弥补他们俩 就一直惯着他们 尤其是雪晴 丁海 你看在我的份上 就原谅雪晴吧 爸 快别那么说 是我应该更努力 让他有安全感 其实你对雪晴的好 我都看在眼里 你放心 我不会亏待你的 爸 我是真心爱雪晴的 是 你小心 你怎么会 你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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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定是 如果天朗 我是说如果 如果天朗坚持要跟清零在一起 到时候该怎么办 除非他跟我断绝父子关系 否则 绝不可能 知道了 爸 我先走了 好 爸 怎么说 爸说如果以后你再胡闹的话 他会收拾你 不要以为 爸给你撑腰 你就可以欺负我了 太累了 睡吧 你生气了 不敢 你 我保证 以后不跟你动手了 这可是你说的 原谅我了 你要是 能够一直这么乖巧的话 我就一辈子都逃不出你的手掌心了 知道吗 这个是你说的 对了 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以后不准对清零用那么真心的笑容 醋坛子 睡吧 我 我 我失去了清零这么好的女人 还让最爱我的母亲委屈离开 段雪晴 为了你我失去了那么多珍贵的东西 有点补偿 不算过分吧 你怎么也在这儿 你怎么也在这儿 我 是我叫的 坐 这 这是我的 怎么会在你这儿呢 上一次在南阿姨那里 闻到了这款香水 味道很特别 所以就拿去请清零研制一下 段天龙 你什么意思 清零马上就要出院了 我想跟你们两个人谈谈 清零出院回家之后的事 回家 清零姓慕 要回也是回慕家 段家是我家 雪晴 有进有退 不要逼我 段天龙你少威胁我 你们不要吵了 天龙 找大家来要说什么 雪晴 爸现在不仅 把清零当成女儿 在工作上 也很看出 爸希望清零能够尽快 研制出这款香水的配方 雪晴 你和清零在我心里 都是我的女儿 如果你对清零有什么怨恨的话 你可以冲着我来 我请你放过清零好吗 听听听你的话 苏南 你确定你把我当过女儿吗 可是你说的所有话 具体都站在清零的立场上 雪晴 那阿姨 都说了这次清零的事是个意外 以后大家注意点就没事了 等清零出院以后 我跟雪晴 都会把她当妹妹对待 她才不是我妹妹 我们会跟清零保持 不远不近的关系 我跟着我们的行李 当黑夜来临 走不到路 当深情平凌 男人的苦 我要把星星 化作微笑 镇去做你 尽情的依靠 当黑夜来临 找不到路 当深深疲惫 淡然的苦 我的如今是 温暖陪伴 虽然一路坎坷 你也不再孤独 作伸甜甜人生的女生 细细浪的荒废的心情 成功或是爱我都要勇敢面 告诉自己不再孤寂 到黑夜漫人照顾的路 到深深疲惫 男人的苦 即使两衣的翅膀 我也要飞翔 相信自己绝不去 我绝不放弃 我绝不放弃 一点 也不绝不放弃 你绝不放弃 完全 我绝不放弃 我绝不放弃 绝不放弃 我绝不放弃 Zither Harp